航空評論家崔嘉欣直接進到駕駛艙 和新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訪談 這也是四月底新宇開航洛杉磯的影像 就是這段畫面恐怕踩到民航法紅線 其實在911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對這個航空保安是非常非常的認真跟嚴格 在飛航途中是不能夠讓這個不相關人員 甚至乘客是不准進到駕駛艙 航空機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194條規定 客運航空機的駕駛艙 除了航空機使用人規定允許的所屬人員 也就是飛航組員 客艙組員 或者執行派遷任務的人員 其他人通通不得進入 除非有向民航局申請核准 你是飛機名 你是選了航空還是航空選了你 應該是航空選了我 我也選了航空 基於飛航安全 即便是為了宣傳新航線 仍不能開半點玩笑 如果查證屬實 機師張國偉恐怕被處新台幣6萬元罰還 新宇航空可罰60萬以上 新宇的波音A310駕駛艙 在航空評論架的鏡頭下全曝光 儀表版的監視影像 放慢動作看 疑似飛機已正在後推 到底何時進到駕駛艙 駕駛員是否已經開始執勤 民航局會在最近約談 張國偉親自說明 也會詢問當天機上的執勤的機組員 如果有違法就會開罰 靖新聞綜合報導 立即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靖好新聞 對象啊 就是說 在其他法判 verse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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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